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紧身 紧身 總之這個星期無論是香港也好 英國也好都是非常忙碌的 因為又有歐國杯 又有皇家亞士谷賽馬 星期二到星期六 很多種的玩法 所以我們今集的情迷英倫 一開始就找到哥頓 在英國方面他不是專家 又不是業餘 總之他對波馬都很熱衷的 很熱情的 所以就先找他來 跟我們說一下分析一下 為什麼 先問一些歷史 為什麼皇家亞士谷賽事 星期二三四五六 天跑夜跑 跑六七場 大家開開心心的 其實這些是festival來的 不要當香港那種賽事去看 因為當香港賽事去看的話 永遠都是只有星期六 星期日去跑 但是這裡的festival 其實每一個都是 還花三幾天這樣的 可能是四五六 或者是World Escort 特別多 特別大的 就是二三四五六 這樣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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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可能會出很多匹馬 二十幾號 他曾經昨天有一場賽事 令到香港賽馬市上 畫了一個創新紀錄 就是他的三重彩 就好像派二百萬 三重彩就是 估中冠亞貴軍順次序 三隻就是二百萬 十塊賠二百萬 順次序 順次序 二百萬就是二十萬英國 是不是 是的 沒錯了 沒錯了 買了一層香膠的房子 整個洞 接著四重彩 知道怎麼樣嗎 如果三重彩派二百萬 四重彩就要一二三四名 都是要順序估中 四重彩你猜派多少 回水 馬會回水給所有投注者 因為沒有人猜中 沒有人猜中 三重彩已經二百萬 四重彩我猜一千萬 是沒有人猜中 那是不是真的 確實是開了這個創先河 葛頓 絕對是 回水是創先河 是嗎 有人說過回水不是創先河的 好像說二零一幾年那時候 有一場就是 馬會不是殺了你的嗎 怎麼會回水呢 馬會 沒有人猜中 沒有人猜中 怎麼抽水那樣 那就回水了 他會不會抽完才回呢 還是全部回了 全部回了 全部回了 他不會抽回十幾二十個百分的 難道買十元回百元給你 開心嗎 不會的 對不起 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沒有人猜中 那就是莊家殺 因為英國是跟那間公司對賭的 對賭 所以它會殺你 但是香港馬會不是一個跟你對賭的機構 是一個採持 馬迷之間互相去競猜 誰中了呢 他就佔過採持 譬如說80% 有20%就是給馬會 作為一個中介 但是結果沒有人中了 怎麼抽20%呢 抽不到 可能是馬會 即是香港才是這樣的 英國對賭就會殺的 英國是不是 對賭任何情況都殺 那香港馬會不錯 是啊 哈哈哈哈 當全部人沒有人猜中的時候 就回水 它幾好 爆大超級大腦本的時候 其實又不用放大這件事 我覺得 因為看完Day1的賽事 加上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 Day2跑了一半 其實爆冷真正爆得很厲害的不多 爆得一兩場而已 其他那些其實是香港馬迷 最喜歡的賠率來的 不是大熱贏 但是都是5-8倍的馬贏 20-30倍的Q 這些就是香港馬迷最喜歡的 只不過是因為那兩場 有兩場爆得特別厲害的 所以就放大了 爆得很爛 大家中不了 大家一起過堂 不是這樣的 認真些看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 當然有冷有熱 香港馬迷 譬如今天 第二天的賽事 星期三 第一場已經爆得超級巨型冷門 八千多塊 因為可能出賣很多 但是第二場相對應 只剩下48塊 連贏位48塊 就是非常之熱的 當然來說 又是有冷有超級熱 去到第三場 都是百多塊 大家很開心 380塊 第五場就跑了 希望一路看的時候 又一路去 現在德國在對匈牙利 德國 我們波馬齊講 足球方面 看了差不多 德國又開始重複了 剛才就說 阿爾巴尼亞又和了 大家出現第二場 和了 大家哭了 摩迪哭了 幾乎出線 無妨靠最後一場 總體 歐國杯 今年是否特別好看呢 都是的 因為也是那裡 沒有什麼 那些玻璃完全差得很厲害 第一場 蘇格蘭被人炒到1比5 其實 我看回精華 有時候有大半 我整個程度在飛機上面 只是他真的 那個主辦國 很著意 要先贏一場 還有他的經驗差 特別離譜的是 羅馬尼亞對烏克蘭那一場 是的 單比力 就是踢下去的話 你又不覺得烏克蘭拿著 都不少球星 實力應該高過他 踢下去你又不覺得特別好去哪裡 你說輸到0比3 就有一點誇張 但是一些以往 大家都很久沒有聽過 決賽州出現的那些球隊 好像現在踢的匈牙利 剛才踢完的阿爾巴尼亞 以往是魚腩來的 究竟是以往的球隊 其實就是歲月不留人 好像剛才那一場球 克蘭蒂亞 你不會覺得他值得拿3分的 但是一分都拿不到 也有一些不太划算的 所以最後和球 大家一起完場之後 大家一起不開心 這件事很合理的 這件事 阿爾巴尼亞 你看看英格蘭 還有這個葡萄牙 其他歐洲的二線球隊 那些人真的要逐個打 但是那個人是誰 打本地球會那些 就是三四五六線的歐洲球會那些 根本不知道是誰打誰 實際上是國家隊成員 你看到葡萄牙和西班牙 和英格蘭 真的是粒粒階升 特別是英格蘭和葡萄牙 你看到就是曼城 巴尼四日軟門 全部都是這些 曼聯 全部都是頂級球星 但是都是很一般 每個都是球星 都是各自為精 沒有什麼默契 整體都是沉悶 看分穿了 一個問題 你現在踢24隊的決賽州 他不一定要跟你放盡的 分組賽裡面 第三都出到線 拿著三分都可以叫壺 你是跟收夫基解圍的 不是不是跟收夫基解圍的 只不過這個是大家 做球迷的角度 有這個很主觀的期望 你拿著這對球 我不跟你工 我不跟你數四五六 還是人來的 是的確可以不用的 復標為本 理論上拿四分叫壺 看著其他組別 那些走勢 如果大家是有些資歷的球迷 90年之前的世界盃是打24隊的 那時候大家是要瞄準個分組第三 來看究竟我應該走哪條線 分組第三名 是 隊裡面出四隊 那你都幾位厲害 差不多 你只要不是排第四 都很有機會贏的 是啊 其實是發生這些事的 所以我是一隊勁女的話 我只要拿到四分 基本上我穩陣的 其實在24隊出16隊的情況下 是穩陣的話 我真的不需要去放盡去做任何事 我贏得失球差 我拿著四分贏得失球差 其實理論上我反而是沒有選擇的空間 我拿著四分 但是我得失球差是零到一 不會零的 我得失球差是一到二之間 我大把機會走線了 以往的西德不是最流行這件事了 是不是?阿德哥 當然了 這個大家的領隊去看的 球員只不過聽從領隊之事 但是這些呢 就真是很超級的球隊 就才可以走得走位靈活的 否則的話呢 你一下不小心 現在尤其現在 拉成軍勢阿爾巴尼亞都踢得這麼厲害 你一定要怎麼走線呢 就真是很考功夫的 現在大家的水平24隊球 首先你要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 英格蘭那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場球 我應該聽到英國時間是晚上8點球 那場球 我滿到想睡覺的 那場球 何況香港時間是凌晨3點 但是不要管他拿著那個球 然後我就可以磨到尾了 是啊 他這些就有卡司去做這些事情 那些黑羅地亞 好像說有分析 就說英格蘭的對球 粒粒街星 不知道收夫基出了三個 升得很緊要 一定要出他們 不出他們 那些球迷罵 但是出他們 就大家那個同樣性 他出哪個都是球星來的 不是 他出哪個都是球星來的 那不代表我拿著這些兵 我一定要和你數四五六 這個就是 看球那個 和做領隊那個的一個分野 當然香港有不少 我看到不少香港的媒體就說 拿著這些兵 都踢這麼悶的足球 只有收夫基做得到 那又如何呢 人家目標為本三分二代了 香港的媒體很輕說的 三分二代了 他做了他要做的事情 那看收夫基走到多遠 你如果走到冠亞軍 走到冠亞軍 目標為本 這個去到哪個位置 輸球 然後你才慢慢邊試都未遲 是不是 你如果走到八強都會邊的 四強才不邊的 大哥 那顆粒街星的話 英格蘭就不能入到四強 我懷疑入決賽輸了去到哪 入決賽輸了去到哪 入決賽輸了去到哪 不是吧 歐國杯就是這樣 一樣的 其實也沒有分別的 但是歐國杯很多時候 有些人 尤其這段節目做得多 又說葡萄牙那時候拿過 希臘又拿過 都應該每一格 但是你看看 有些不是的 你看看 譬如西班牙和荷蘭 整隊波就順很多 這屆來講 除了英格蘭發過這一比零之外 其他 真是大手交易 看球迷很開心 除了英格蘭 看到你十分鐘之後 比零涵入了之後 就可以睡覺了 可以了 德哥你剛才在開場之前 就叫我 錄節目之前 就叫我買帶 是嗎 是啊 德國對空下你 現在正在赤緊 暫時沒有進章 德國你都管 馬上就熟了 玻璃都沒有什麼 昨天我都在那裡 烏一烏一烏 都不知道哪一對哪一對 買這個 這次德國你這次的歐國盃 介紹 我覺得你改變你的氣路 你教人共享 共享 共享資訊 不怕我埋怨你 我真的跟著你 但是郭頓良 在英國生活 苦悶 我看到奇哥跟我分享了 他竟然參與了 不要說沉迷 參與了一些博彩 因為你們網上博彩是容許的 你們合法 我們當然不行了 網上博彩 因為買一下波 買一下馬 都可以隔壁 就可以買一些西瓜 士多啤梨 你明白嗎 跟香港不同 他進去過網站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前都不理會 本會是甚麼 德國你叫我買 當然是找回帳戶去買 很容易買的 他最初要審查你的帳戶 以及限制你買多少錢 資訊 我們要買一磅 夠便宜嗎 一磅 那些 就是這樣玩法 大小通殺 上次我們談的時候 就說 買下誰是保守黨還是工黨 可以賭下 那邊賭下 那邊賭下馬 我不懂得賭 因為馬 我覺得很複雜 馬 就是要讀書才行 我們不讀書 等一下 奇哥 你是不是真的有研究工黨 和保守黨的東西 有的 你沒聽到 他講 很厲害 待會跟你研究一下 讓他講了士多啤梨西瓜 那裏面呢 我去做一磅 原來有個Casino 那裏面有個Casino 有一件事 我經常覺得是假的 原來裏面有一些 就是不同的倒桌 有玩21點 有玩龍盤 還有一些老虎機 他是Live的 有一個人在這裏 那些人說是真的 有一個人 他拍著那個人 有一個CCTV拍著那個人 搞輪盤 搞那些紅啊 黑啊 那些輪盤 點數啊 就像普京那樣 還有一個大輪盤呢 轉那些什麼西瓜啊 什麼橙啊 什麼橙啊 金磚啊 那樣 就想著轉一下轉一下 看到提紙買提紙 那我們就不懂 有這麼多蛋藥才能開到的 真的不懂 一磅十秒就死了 你明明是不懂得按 還有不懂得下注 不懂得下注 之後呢 最重要是下注之後 想取消 不懂得取消 那裏有一個什麼 紅黑點呢 我按了幾下幾下幾下 按完之後 他已經開球了 那就很多次了 已經要開球了 不讓我取消了 幸好他中了420個 阿 吃一吃一吃了 買了一個好籃 正想後悔 中了 中了就真的不玩了 嗯 現在不玩了 420磅啊 不是啦 420磅走人 然後 有些說什麼 總之一些有些人說 一定贏中 莊加 所以我也沒有理會 但是見到很多遊戲 50P可以玩的 50P有 你消磨時間 你不是50P 那個人陪你玩 這個Blackjack 那就是50P 你消磨時間 當然不要沉迷 但你沒有事做 50P就按一按 不過很快一波 很快一波 很快 在歐國杯這麼悶長的時間 就可以看看 即是中間過場的時候 一個小時時間按一下按一下 按一下按一下 先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再聊一下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